女王陛下 聽說我等一下會見到女王陛下 你看我這樣應該還可以吧 還算整齊乾淨吧 女王陛下 我來了 野流女王頭 絕對是石頭界世界級的大明星 看看這一車一車的遊覽車 絡意不絕的遊客 他們來自世界各地 今天都是來晉見女王 一堵她高貴的風采 終於見到女王陛下了 女王陛下千歲…千千歲 女王是真的有四千歲了喔 很厲害嗎 她大概是在位最久的女王吧 從夏朝到現在 幫我拍美一點 頸部修長 臉部線條優美 宛如一位寧視遠方的女王 高雅的氣質在1962年時 被當時是大學生的業餘攝影師 吳東興拍下 照片在被遺忘樂園攝影展中展出 並被命名為女王頭 從此讓野柳成為觀光聖地 你看那邊就是竹台石 它中間的竹心大小不移 再搭配野柳這邊很自然的海風 真的很像竹火在那邊 忽明忽暗的樣子 而且它背後還有一隻鯉魚 那邊還有鸚鵡 所以這邊其實很多石頭 你可以慢慢去找 雖然你都要用特定的角度去看 可是也許你可以看到 不一樣屬於你的特別石頭 逛著逛著就餓了 餓了可以看看冰淇淋食 菠蘿麵包食 豆腐鹽 望眉止渴一下 老薑食 這個手腳冰冷的可以多看兩下 還有動物類的 作者的猩猩大金剛食 單瘋駱駝食 馬鈴鳥食 獅頭食 好像捉迷藏 真是好玩又有趣 我們現在已經到達火星地表 沒有探測到生物跡象 Over 越來越近… 生物跡象是遊客來 小心 火星不好走 我們還是回地球吧 你以為這裡寸草不生嗎 這裡會開一種奇異之花 兩千萬年的海膽化石 整個椰柳非常像一個戶外的美術館 有很多奇岩怪石 它們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呢 就請王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這個椰柳夾是 沉積的時間大概有兩千萬年左右 然後它是因為慢慢的堆疊 所以我們就要沉黏 大概在六百萬年前 大概 然後因為照山陰洞擠壓 所以把它推上來 然後椰柳夾全長有多長 不長才一千七百公尺而已 然後最寬的也不過二零五 兩百五左右 然後有分三個區 我們現在來的這個地方叫第一區 第一區原石最整齊都有 很漂亮 從五井 初井一直到細井 然後到最後一個它的生命 Ovo 斷頭 大姐 你剛剛說 這些是沉積岩生臟 可是它怎麼會變成 這麼多不同的形狀 它是因為被 現在我們站在這裡是不是有風出 第一個 風的力量 再來我們北台灣很愛下雨 雨水也會幫 再來一個 這邊我們靠海邊有海浪 海浪打上來海水裡面有緣分 這些都是傷害它的因子 還有一個是每天都有陽光 很熱的時候 或是像今天有點冷 很冷的時候熱上冷縮 那個沙粒都會掉 慢慢都會掉下來 所以像我們現在看到這邊 這麼特別的景觀啊 除了是岩石本身 它是沉積岩很特別之外 還有陽光 風跟海浪跟下雨的關係 這些都是大自然的創作 我們千萬不要去摸它 要保護 這樣之後的人才可以看到 這些大自然美麗的作品喔 那我們再去那邊看 好 我們一起走 好